創立在1982年的唐山书店 在还没有解研的年代 就专门卖人文社会 西方思潮等等左派思想书籍 位在台湾大学附近的唐山书店 隐身在地下室 是很多台大人和知识分子的朝圣地 三十多年来 不只是老书店书架上聚焦的议题 还有那种朴实的装潢和微暗的灯光 对死中顾客来说 这些其实也都是独立书店 无可取代的迷人之处 像是与藏身地下室做呼应 坐落台大学区巷弄中的唐山书店 也有着浓重的地下色彩 大概就是1980级 那个时候台湾开始 就朝着街远的路 所以那个社会力量开始爆发出来 那我就想说开一个人文跟社会科学的专业的书店 1982台湾尚未解研的年代 成龙号的书店大胆聚焦 人文与社会思维等左派思想书籍 吸引不少知识分子慕名而来 即便是三十年后的今天 唐山这种非主流的精神已久不变 对于老客人来说 唐山的迷人之处除了书之外 还有楼梯间的这一道风景 我们的楼梯两边反正就空也是空 我就说就跟他们一些议问团体说 你们要不要贴在这里 一贴下去以后 大家发现说有个地方可以随便贴 不受到任何干涉的地方贴 我也还不错觉得变成一个风景 原来这些都一直踩一直踩都已经斑驳了 三十多年过去 藏身地下室的老店没有华丽的装潢 甚至有些违案 但对死中的老客人来说 这些都是独立书店的迷人之处 始终如一也无可取代